各位旗友,今天将为大家分享足底炮应对先人指路 飞向举精彩变化 洪峰先人指路,黑方足底炮 向三进五飞向中炮应对 此时洪峰马二进三守护中兵 黑方马八进九准备出击抓炮 当然如果说洪峰跳马的话形成外马封击 黑方可以进炮打到中兵 这样的话黑方抢先 同时还有居久进一出狠距 所以说在这里洪峰比较好的走法 马八进七,此时黑方快速出击 平均守住 马二进三,兵七进一 目的形成两头蛇 不让黑方挺足活通马路 这里就形成了中炮应对 屏风马两头蛇金台对局 黑方出击抓炮 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 就体现了足底炮应对先人指路 精华的招法 足七进一 如果说进兵吃掉 黑方进击封击封击尽 黑方进足封封,说洪峰这个兵 洪峰不占优势 比较好的就是马三进四 此时在这里黑方进足吃掉 进鱼 目的很简单,准备平鱼过来 此时平鱼抓马 那么好了这里就有稍微有一点点分歧变化了 现在如果说洪峰炮霸进二的话 实行一个炮守护马 黑峰可以上马踩 那这样的话这个马备受攻击 它比较好的目前来说也只有炮二平四 但是这样走完之后呢 形成一个炮打狙 狙吃狙形成一个交换 黑峰只能先下手吃掉 洪峰浸泡打掉 那么打完之后呢 走到这里黑峰就得要注意了 接下来这一步起至关重要 足三进一 目的这里拆掉你的阵型 同时也是活动自己的马路 将来这里马踩着马 还实行一个交换 这个变化显然黑峰稍微比较占优 但是如果说继续纠缠的话 取胜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们今天先点到为止 我们回归到主题 这也是今天最为精彩的内容 当黑峰平鞠过来抓马的时候 红方选择马四退三 此时黑峰趁胜追击 跳马炮打马 那么现在红方呢 右方的鞠马炮三子备受困境 平炮对鞠 黑峰进鞠吃掉 红方回马踩掉鞠 踩完之后 显然黑峰鞠马炮三子 位置比较有优势 平鞠抓马 只能走到马二进四 马二进三走不到 这里有炮再次进鞠 那么好了 这里又有两个变化 如果说红方马四进六的话 那么好了 直接就是一个败局 黑峰进炮打掉兵 这里打完一将军 也只能四六进五 感觉能够飞向 或者说向飞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飞向的话 炮打 打完之后 依然有非常大的威胁力度 这里走完之后 黑峰直接跳马 决定胜局 进炮就是个绝杀 同时这里马还踩着炮 所以说开局 红方并不占优势 现在红方比较顽强的走法 近居守住 此时黑峰依然是顾忌重施 跳马踩炮 同时主要一步起 进炮下的 这里一将军的话 红方这个马势必会丢 那么好了 现在红方陷入两栏的禁地 仅此选择飞向 即挡住炮 同时炮和向守护 那么好了 现在黑峰又该如何行起呢 此时 平居 这里既压缩马的空间 同时也是 退居能够吃向 因为红方这个向 在这里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红方飞向 接下来黑峰果弹采取交换 那么好了 显然这里一交换完毕之后 黑峰的狙炮道路比较畅通 接下来炮七平八 这步起就比较厉害了 意图进炮下底 将军同时这里还有进炮实行一个串打 现在红方没有办法 比较顽强的好的走法就是 G八平六 目的想 你进炮打的时候 我可以退炮 形成一个双唇守护 进炮将军 飞向 当然了 现在呀 他是企图希望吃掉 他可以回马采掉 但是黑峰肯定是不会这么走的 接下来这样一个思路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炮五平七 移行换位 从中路的战线转移到底线 针对 洪峰比较空虚薄弱的底线 采取猛攻猛打 这里这一招也可谓是掌握主动权 那么好了 现在他也没有办法 比较好的一步起 也只能选择飞向打住 这里即便是你现在吃相 或者说退居吃相 他都可以回马采掉炮 采完之后减轻底线的威胁 那这就形成一个前锋 单狙炮没有什么进攻的优势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 大家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看看如果说你是黑一方的话 接下来该如何行骑呢 这里至关重要的一步起 就是炮八退一 这里来一个串打 那么洪峰终于发现 黑一方这个意图了 退炮 实行一个双重守护 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了 黑一方是有今天妙手的 大家看看你能不能想到呢 这一步起可以说是需要我们突破思维 可能大家会认为我们这里 进鞠吃相 退鞠吃相 都是蛮不错的 抢夺先手 这里打着炮和鞠 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一步起 黑一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器件 不用 品鞠砍掉马 是不是非常的意不意外 是不是非常的惊喜呢 这里弃鞠 现在洪峰还不能用炮打 这里还打着鞠啊 品鞠吃掉 那么好了 此时吃完之后了 刚才这里一个器具 目的就是为了腾挪炮位 进炮打掉底下 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 此时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招起啊 一招毙命 正好利用洪峰这个锯啊 成为黑一方的炮架 他走不到帅武进一亚 只能比较顽强的 四次进武 此时重炮绝杀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一招起非常的精彩 犀利无比呢 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到呢 如果说大家觉得 这招还不错 欢迎在评论区点赞交流 既是对你实力的证明 也是对这个器具的 精彩招法学习和借鉴 好了 今天的内容啊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